我们来看看这里有一个非常风花的一个品种 它的名称叫冠小鱼 它也有另外一个称号叫迷你龙砂 因为这个品种你远远的看上去 它是有一个粉色龙砂宝树的那种感觉 它的边缘就是那种 你白色或者说带一点绿色 中心点就是那种粉色 这种颜色看在一起就非常的那种小清新 或者说不会太妖艳的那种 然后它的一个字条上面往往是有很多花苞的相当的精人 这个字条像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字条还不算很壮的字条 可以看到它现在上面是有很多花苞的 这里是一个字条 这里也是一个字条 在我那里最多的那最壮的字条上面呢 当时表现的是有四五十个花苞相当的精人的 像我这里的话呢 这些字条都不算是很粗壮 往往一些比较粗壮的 那花量真的是相当的精人 这个品种很适合用来干什么呢 很适合用来做那种手捧花或者是做瓶擦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字条 大家看一下它的字条 字条的一个滋生性非常的好 字条很凸壮的很有力 这个字条 它的花包非常的多 字条又很长又很凸壮有力 往往你这样子一剪下来呢 它就是一个手捧花 然后你不需要把很多 很多字条凑在一起 它就可以达到很多那种手捧花捆在一起的那种效果 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然后就是最后来说一下它的长势了 它的长势很快的 因为它的字条嘛 很粗壮又很有力 往往一个字条呢 可以凑的比较长 可以用来做切花 其实它准确的来说是一个V型月季 但是只要你的肥水很充足呢 它也是可以像那种小棺木那样子 长势很快 好了 那么关键的肥水都拿起来